为了家庭外置家庭抗党对老人的照顾 合部品质 南岛管政府陶贵和王氏纸会合作 办理居服宅配补充分两个位 由既家照顾馆和统议人员 到新品车外置抗党的家庭 处来来协助 带身对老大人照顾既家 我们说电脑就会被扫充 被打扫充 但是这种都给大家来跟着 我们来接受 陶贵到既家庭抗党对老人的家庭 这就是新前的外置抗党 提心到照顾的旗家 到上屋欢迎人员来协助相互的交通 帮助我近来吸引到更多 就是说为了让世大人 在这些好的照顾 要聂导吗 聂导吗 对啦 你得开你聂导吗 我没有聂导吗 你没有聂导 做伸展运动 我没有聂导吗 没聂导 来到这个安主家庭 就是一定要有多一点 多一點就是包容心 讓他們有這個時間在這邊適應 那在照顧老人家這一塊就是 特別是老人家就是不要讓他跌倒 對 我覺得跌倒這個部分很重要 幸福這個計畫對我們的 尤其我們新接外籍看護雇主 非常的有幫助 因為外籍看護剛到台灣來的時候 我們真的溝通 語言上溝通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加上他的一些照顧的一些 我們的需求 他可能就是在溝通上 就是這個最大的問題 南大館青春結合到紅石一塊 推動到這項困難界外 最好是希望說 不要用到多幾間戶口的議員交通 而且說文化不一樣的這些影響 來影響到對市長的照顧 每日後 幾多的時間是四點鐘 包括協助在論議 做運動 六零 天官就要介紹 真正的鏡頭 家丁丁 那主要申請的符合的對象 就是你所引進的外籍看護工 是最近三個月內所引進的 然後照顧我們的家人 最主要就是以臥床 或是需要 平常就是需要 把這個乘坐倫理的 我們的家人的部分 為主要的一個提供 這樣補充訓練的一個對象 觀眾表示 像各位一間時間到11月份 他依照到比較股價的身體狀況 跟家庭訴求來做的制度 這就專業最好的照顧 如果是說民眾有訴求 可以來提出的心情 即將你們先散步到